来到了5点30分 你正在收听的是主编点情玩 你好我是Fish真一 我是之风 日前土团党副主席阿莫法易莎宣称 土团党主席慕尤丁是国盟唯一的首相人选 即使有人希望提名自己或者其他人 最好放弃这个念头 这番言论显然是说给伊党 甚至是伊党主席哈蒂阿旺听的 结果伊党宗教司协商理事会主席哈欣言心就驳斥 认为拥有最多议席的伊党 更有资格来领导国盟 伊党首领主席端伊布拉辛则敦促国盟成员党 专注增强势力 而不是继续争论首相人选的事业 国盟最高理事会还没有针对这件事情进行讨论 因此谁将会成为国盟首相人选的课题 不应该成为国盟成员目前的争议焦点 阿莫法易莎的言论就暴露出国盟最重要的这个官职 所谓最重要其实还没有拿到的 只是在看住那边而已 就是首相宝座应该由谁来做 土团党认为当然是慕尤丁 他是有能力而且有经验 从中午大神做到联邦的部长 然后再晋升到副首相以及首相 他住得了台面也见得了四面 相对之下 伊党主席哈迪奥有他的局限性 形象也非常的单元跟保守 除了宗教之外 拿不出其他令各族民众印象深刻的观点 还有政策 更多的只是聚焦在伊斯兰的课题而已 那么治理国家与要诠释宗教的经文不同 治理国家是实实在在的 你必须要有治理的能力 还有你要有其他相关的知识 那么管理国家需要更多全方位的领导人 伊党不满土团挑起首相人选之后 土团就忙着出来灭火 避免争议扩大影响和伊党之间的关系 土团党最高理事旺塞夫拜访了哈欣野心 就解释了这件事情 阿木法伊莎也改口说 目前我们没有必要讨论谁是国盟的海报男孩 这个举动真的能够缓和两党的分歧吗 因为民政党也跑出来插上一脚 党主席刘华才就力挺目有点认相 他表示大马政坛不再是基于伊党独大 首相人选不应该来自哪个政党 转握最多国席 而是在这人选是否会在国会 掌握更多的支持 关键点就在这里 如果是根据哪个政党获得最多议席的话 那么轮不到安华来做首相 因为在团结政府或者在西盟当中 拥有最多议席的是行动党并不是共政党 那么其实我相信土团党跟伊党 会暂时隔制首相人选的个题不谈 以免转移交点 但是这一种做法只会加剧两党的差异 在过去两年 土团党跟伊党的关系并不是这么融洽 大家各做各的缺乏沟通 可能他们的WhatsApp Group没有很好的运作 那么慕尤丁也没有很好发挥协调跟领导的角色 伊党仿佛是放飞自我 推出不少保守跟排他的政策跟言论 把焦点放在马来穆斯林的身上 因为他们认为伊党执政的四个州都是马来选民占超过80%的州数 有些甚至高达95% 而且他们的群众支持者来源都是马来穆斯林 因此聚焦马来穆斯林的议题并没有不妥 伊党似乎成为了国盟的代名词 而国盟内的老大哥穆尤丁 他的存在感似乎没有太明显 面对逐渐绿化的国盟 刘华猜就促请国盟为非马来人制定宣言 承诺不会干涉其他种族的权利 并且维护非巫义的权利 以减低民政党在来届大选 号召选民支持国盟的压力 可是当一不拉新他就不买账 反而要求民政党不要把自己 没有办法获得华盛支持的问题 归咎在我们伊党身上 国盟不需要接纳民政党的提议 为这些非马来人来制定宣言 他建议民政党与其担心政治盟友 不如你们先穿住墙 加强自己强化自己 集中精神去思考 怎么和行动党去竞争吧 伊党段伊伯拉希的这番谈话 似乎很有以前戏日巫统 伊党独大时候的那种高傲的气势 就是瞧不起盟党 看不起盟党 认为说盟党你只是承搭我的顺风车 那么现在民政党也有这种感觉 那么回到来 我选这则新闻其实是有三个议题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么觉得自己有点弹性 在短短的时间内要聊三个课题 那么第一个课题就是 国盟的首相人选 那么其实土团跟伊党的争议 主要的分歧点就是在双方的势力 选述 伊党的态度就是 他们不服慕尤丁的领导 也瞧不起土团党 认为土团党的势力大不如前 伊党觉得我们自己也有首相的人选 就算是哈迪不认相的话 也不一定要轮到慕尤丁 他的年纪也已经大了 那么他跟哈迪阿旺一样都是77岁 顺便补多一句 我们的首相 PMX安华也是77岁 那么伊党他有自家的首相人选 比如伊党的副主席 兼登加楼州务大臣 阿玛撒术里 今年才54岁 慕尤丁认相的时期 最佳时期已经过了 这可能从伊党内部的这个角度来诠释这个课题 那么我们看2020年2月当喜来登政变期间 慕尤丁领导的国盟有当时的时代背景 客观环境跟条件造就了慕尤丁登像 那么后来的新冠疫情 以及老慕的阿爸的那种形象深入明星 然后来到2022年大选的时候 国盟信心满满 以为可以组建政府 结果输给了安华 而这个时候伊党已经成为国会最大党 绿朝让伊党掌握四个州 土团党的一起虽然有增加 超越了武统 但是它的征服是少过伊党的 这点很重要 少过伊党 那么过去一年多以来 土团党流失的六名国州 也失去了基本盘 多场补选的成绩也不理想 只能够依附在伊党的这个旁边 那么这跟2020年伊党靠土团党的情况是非常相似的 只不过现在是倒转过来 那么第二个点呢 就是国盟是不是只照顾马来人跟穆斯林呢 穆玉丁说没有 但是伊党领袖的言行举止都说明了 伊党是注重马来人跟穆斯林 反正非穆斯林不是他们的重点 也不是他们的票箱来源 不仅仅伊党重视马来跟穆斯林 而且他们的重视程度 在某种情况之下看来 是在贬低非穆斯林 以及非马来人 那么这种做法 就会让民政党在国盟的框架底下 非常的尴尬 那么来到第三点 就是民政党在国盟的角色 是不是每况愈下 那么如果民政党连花瓶都没有办法 很好扮演下去 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的话 那么民政党被羞辱 他只能够继续的跟土团党在一起 跟土团党连成一些联合对抗高傲的伊党 那么民政党的角色 现在已经可以说是被取代了 一旦土团党内的非土著臂膀壮大 再加上伊党内部的这个伊党支持者 地板就是DHPP强大的话 民政党在国盟的角色将会荡然无存 那么民政党只会泡沫化 第一则新闻先聊到这里吧 等一下回来再来和你关注 第二则和第三则的焦点新闻 OK 那么我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John Lee还有Angela 我很久没有念大家的这个名字了 以前的时候我通常都会看谁会是第一个留言 OK 国盟 那么国盟现在已经变成了伊党的一个工具 他原本是慕尤丁很好发挥的一个工具 那么现在由于土团党跟慕尤丁的这个不作为 或者是没作为 就让伊党旗节hijack掉了整个Brikatan National 那么伊党当然他有他的条件 有他的这个能力 以及他有这个本事去旗节整个国盟 因为土团党并没有做出太大的这个反抗的这个动作 那么如果土团党有反抗的话 那么伊党可能会稍微的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气焰 不要太过的这个高傲 同时也留给慕尤丁一点基本的这个尊重 那么现在看起来 伊党似乎完全是不尊重这个慕尤丁 包括之前伊党四个州委任老马成为SG4的这个非政治的顾问 也没有在国盟的最高理事会当中提出来 那么对慕尤丁来说 反正都已经成型了 你们就自己玩了 那么对国盟现在来说 他们关注的一个点 可能就是要让Azmin Ali成为国盟的总秘书 这个原本有在文里面 但是因为太长了 所以就没有在文里面提到 那么伊党也似乎不太 伊党的青年团 伊党通过的青年团 表达了他们不太认同这个做法 他们认为伊党的总秘书 应该成为国盟的总秘书 那到底这个总秘书的课题 会不会在星期五的主编点新闻跟大家聊呢 我们到时候再看了 回到节目当中聊聊第二则新闻